哈囉大家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 是一個非常臨時起義要拍的主題 就是因為我剛從日本回來 今天才剛到台灣 我實在在日本買了太多東西 我覺得不開箱太可惜 這比較不會偏向愛用品分享的那種 基本上就讓你們看我買了什麼 然後好像這麼多人要去日本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我想了一下 我要先從最容易入手的 在藥妝店可以買到的東西 我先開始講 首先第一個 你看卡比獸跟皮卡丘的 這個東西其實已經紅很久了吧 它就是讓你的眼睛有蒸氣 很療癒的 可以讓你比較好睡覺 這是我要買給我大伯的 不如我大伯跟這一隻長得非常像吧 那我大伯又很喜歡寶可夢 下一個 我買了一個 頭痛跟喉嚨痛的藥 我其實去現場看 看起來好像這個還不錯就買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再來呢 這個就是已經很紅的 EVE的頭痛藥 筋痛 也可以吃藥類的東西 我都是全部買完之後要帶回去美國 好 再來 這超酷 但是我看到它就是放了一整價 很明顯 它是給女生 如果你有時候水喝不夠 或是你太常憋尿的話 你就是會尿到鹽 但我其實自從用了大水壺之後已經很少 有時候就會這樣 然後在美國很難買到這種藥 或是你要直接去看醫生 然後看醫生又很貴 所以我就是路過的時候看到這個東西 我說 反正我就買著 背著 搞不好哪一天 一個不小心需要的話 你買不到藥是很痛苦的 再來下一個 我買了這個 是我在小紅書上面看到的 它是一個保濕噴霧 然後他們說噴了之後臉會變很亮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你看它這個裡面 它本人看起來是上面有浮一層油的 就是這樣 等我試用了 好用的話都會進那麼會條 現在就是一個快速開箱 再來呢 這個其實是我媽買的 它是一個洗面乳 它的品牌是 這是什麼 加力棒啊 我們現場就是它有很多洗面乳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試用 然後這個洗起來感覺超級舒服 再來再來 還買了一個 泰田胃散 我覺得泰田胃散是一個有用的東西 就尤其是你胃痛的時候 我自己其實不太常會胃痛 可是真的痛起來的時候 你就非常需要這個東西 以備故事之需 但我最討厭 它以前胃散 吃下去的時候會有一種 很濃的一個涼涼的藥粉味 這一次我就看到它有藥丸類的 我就覺得非常的可以買 再來呢 我買了非常多的休足時間 但是我覺得非常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第一天去藥妝店的時候 我們就找不到它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們看到這一排 我們忙買的 然後一貼上去 它真的那個爽快感維持 非常久 然後它的涼度也比 休足時間還要涼 真的腳很酸 就買這個來用 我睡前的時候 我就會貼著 貼到半夜起來尿尿的時候 你整個雙腿還是極度涼 隔天的腿就是跟新的一樣 如果休足時間大概六七成有用的話 剛剛那個就是十成有用 然後另外還買了 休足時間的腳底板 打開一包給你們看 你們看到的 它是刺刺的 所以你這下面這一面 就是往你的腳底板貼 你在房間走路的時候 你就是會有那種 腳底按摩的感覺 我們前一天買了另外一個腳底的 那個東西我現在已經沒有了 可是那個雞度很難用 這個不要買 這個可以買 然後我之所以會買這麼多 是因為等於你還每天上班的時候 就會說他的腳很痛 就他常常都要站著 這個東西我是特地 一個好老婆姿態買回去給他 然後我還看到一個很酷的東西 只是我還沒有用 日本它出了很多這種角膜 可以讓你的腳底非常的嫩 就有點像幫你的腳敷面膜 總之這個東西我還沒有用過 好 用在這邊的分享 好 再來我買了一些 看起來好吃的糖果 但我本身非常喜歡抹茶 因為抹茶的甜點通常不會太甜 來 看起來很好吃 然後還有這個 我覺得快速帶過給你們看 喔 然後這個看起來很好吃 這個是我會喜歡的 它是有抹茶嗎 蛤 為什麼它有抹茶才賣呢 然後我還買了另外一個 86%更苦的巧克力 我超喜歡苦的巧克力 再來買了一些糖果們 這個是待會需要送人的 這次去日本的時候 剛好是麝香葡萄的季節吧 所以各種甜點都有麝香葡萄 各種的軟糖們 蛤 我剛才不是買了一個一樣的藥嗎 這兩個才在哪 反正就是另外一個以備不時之需的藥 喔 這有發燒啦 發燒鼻水 海妝的部分 我看看 我有兩個其實已經開箱了 很前面買的 是這個 腮紅膏 日本的開架真的很好買 因為你就會覺得很便宜很便宜 可以試試水紋 你看 那是濕濕的那種 有點蜜桃裸色的感覺 我自己上了一下 油肌來說這個不太行 上了之後有讓我的臉感覺 變得再更油一點 然後我的這個色號是 BR9 再來呢 這是一個很酷的東西 打亮膏 它摸的時候啊 它是有一種地態的感覺 你上了手上之後 它又變得有點粉狀 它的閃不是閃到天邊的閃 它是那種 細膩低調的閃 所以我覺得比較適合那種 不是很喜歡自己的臉上 打亮 太閃 這一盤我覺得以它的價位 它的閃的程度是還不錯的 這一代呢 有好幾個是重複的單品 所以我就會快速跟你們帶過就好了 首先是我之前已經在 那麼會挑分享過的 拼的樹桿睫毛膏 這次黑色跟咖啡色 我自己都各補了 一兩支 然後呢 我買這麼多是因為我要拿去辦公室 送我的員工們 這個是真的非常好用 它可以讓你的睫毛 畫出非常乾淨的樹感的感覺 我這個是找了大概三四家的藥妝店 才找到它 所以呢 如果你們看到它的話 拜託 請入手 它 它真的是我用過 最好用的睫毛膏 然後我幫Danny買了這個 一個護唇膏 我還買了一個 沃殘液 看起來廣告非常厲害 我就買 只是 還沒打開來用 再來呢 這個東西是我第一天去的時候就買了的一個眼霜 然後第一天買回家我就立刻用 哇 上眼的感覺超級無敵舒服 我媽也超喜歡 所以我們就是又去買了一支 然後它這個裡面是有添加A唇的 它大概就長這樣子 這個的話我覺得如果你是二十幾歲 想要出抗勞的人我覺得非常可以買 它一支應該一千左右 所以不是真的到眼霜 很貴很貴的價格 再來我買了 非常多同一款的 Canmake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沒壞 沒壞 各位沒壞 八 九 十 我想說這個全部可以拿來送朋友 就是因為我之前在IG上看到 彩妝師Core 他請他的朋友去日本幫他買這個Canmake的臥餐牌 他有教你畫陰影 然後畫中間 然後還要畫下肢之類的吧 然後我去了大概三四家藥妝店 他都沒有這一款 我就想說哇 到底是多難買 然後最後終於讓我找到另外一家 然後我就直接把朋友的伴手禮一次買起 然後這個我的員工也要一人一個 然後呢 這個是我在小紅書上面看到這個牌子 他的痘痘貼很好用 所以我就是買來看看 然後還有三個尺寸 總共有46個 這是我媽的 這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買這個 好 總之呢 我買了這個Canmake的怪獸唇膏 這個東西到底在紅什麼 我去的時候他上面就寫說一個人只能買一支 還有五號色 可能是最熱門的色吧 他已經沒有混了 我就沒有買到 我這個立刻來開箱給大家一下 我覺得蠻想知道他到底厲害在哪邊 為什麼最近那麼多人在推薦他 就還行啊 而且以開架來說 他沒有真的到很便宜 也要個四五百塊吧 為什麼他叫怪獸唇膏 是蠻潤 蠻好看的 只是沒有到覺得很驚艷 還是因為我這個色號還要 我買的是七號 再來呢 是我有一個不化妝的員工 所以呢 剛那個什麼睫毛膏跟握殘盤他都用不到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這個雪雞精的泡泡的洗麵乳給他 這個是迪士尼一百週年 所以上面有小美人魚 還有Nemo 很可愛 再來呢 是因為我從美國來的時候 我忘記帶我的電捲棒 我就去唐吉科的盲買了一個 三館點 不是三館點捲棒 總之這個就是拿來夾泡麵頭的 然後我記得這個東西 他好像不到台幣一千塊 非常的便宜 然後我想說加減用 結果他蠻好用的耶 就是他的直徑比我自己在美國常常用的那個電捲棒來的小一點點 可是他弄起來就是在更青春的感覺 這個我覺得可以買 但我盒子不見了 他這邊就是可以調好幾個不同的溫度 那他比我那一隻更棒的重點就是 他比較輕 好的 我接下來給大家看我這一趟旅程 買的兩雙鞋 鞋盒都已經折平放在外面 所以我就來不及 好 首先是這張 我在表餐道上的Nike吧 我那時候就給你看到這雙 因為他是厚底 然後這種焦糖底 然後他的配色是 橘色配上紫色的 真的超級無敵可愛 然後你看他的這個頭 就是典型笨笨的那種頭 他穿起來比一般的Nike SB還要舒服 其實整趟買了之後 我有兩天都穿這雙鞋子 一整天在日本走路 走一萬多步的情況下來 他是非常OK的 下面一位是全新的 我是在倒數第二天的時候買的 我其實從第一天就一直看到他 然後我在買那一雙橘色Nike的時候 我就有問店員說 這雙有沒有我的尺寸 然後那時候就說沒有 然後後來我去 元宿那邊的TOKYO 23 我就又看到了他 各位知道我就是非常愛丹寧 然後他這雙的丹寧是那種 你看他這邊有這個鬚鬚的感覺 然後他的底就是 非常非常喜舊的這個風格 其實我整個就是不行 他跟我說他們只剩下25.5 所以我就覺得好 我穿進去 如果穿厚一點的襪子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收這雙 然後這雙好像是男鞋 所以變成說 你是跟我一樣腳比較大的女生 才有辦法穿 但男生的話 拜託你們各位也去收這雙 真的帥到不行耶 好的 再來呢 我去夏北澤 很多Vintage的店裡面 我看到我的這件 外套 超級可愛 這是一個小小莉領的外套 然後他是用扣的方式 他的內裡有 還有這種粉紅色的格子 這次穿著一見中情的那種外套 然後他這邊的做工 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你們之後會看到我一直穿 然後這件穿起來 就有點oversize的感覺 所以很像那種美具裡面 你穿男友外套的那種感覺 非常好看 好然後因為現在日幣非常的便宜 這一次去 就是一件T恤這樣換算下來才一千出頭 以前買穿九寶的時候 都覺得是一個非常貴的東西 然後我這次有買了一件這個是 白色的長袖 我自己覺得我比較適合穿他們家L號 因為他們家版型偏小 然後我覺得這種長袖 就是要有一點點鬆鬆的 就是搭一個簡單的褲子 就會非常好看 然後我買了一件 neighborhood的長袖 給Danny 我其實原本是想要買他們家的鐵灰色 可是它鐵灰色已經沒有2XL 所以呢 我最後挑了這個綠色的 其實也蠻好看的 然後它的這個胸前 就是寫 Tokyo craft with pride 然後它背面就是比較豐富一點 它是有點那種水洗感的 它這個棒數感覺也蠻高 就是非常Danny的一件衣服 我的另外一件 也是在穿九寶零 這件超級好看 我有發動態 你們看 然後我的尺寸也是蠻L號 我覺得他們家的衣服 我穿L號比較剛好 很溫柔的一個顏色 再來是我帶去蓮倉的帽子 這個也超多人問的 只是我也不知道它這到底是什麼牌子 就有點像是做一個很Vantage感覺的帽子 我只是覺得它的設計很好看 我就買了 它的藍色是這種 藍藍綠綠 然後有點水洗的感覺 你看 超好看 就是這個顏色蠻顯白的 再來呢 跟大家分享我再次 我沒有想到我會買到 但就是我剛好看到了一個 馬上心動然後價格又非常好的 二手包包 你們看 是不是非常可愛 它是比較古早以前的Dior的老花 就是跟現在的老花不太一樣 然後你看它的狀況 非常的好 然後這個容量非常可以裝的那種 所以這個包包那時候我好像要500多美金 反正一萬多塊這個包包 無敵可愛 我之後會再多跟大家分享穿搭 再來呢又是另外一件Vantage的部分 它是一個襯衫 咖啡色的Polo 它是灰色的那種線條 穿起來就是一個非常柔和的顏色 就不管是你平常這樣隨便搭著或是你單穿都可以 而且日本Vantage的這種Polo 很多都比美國好便宜耶 我非常推薦大家去日本的時候 可以至少買一兩件Polo的那種Vantage衣服 因為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搭 你們看 超級可愛 它這邊是已經給人家整理過的 它就是改成短板 然後它是一個紫色的格子 它的這邊是綠色的 再來呢我又買帽子 我這是一個無敵帽子控 白色配藍色然後又有紅色的一個亮色 然後它背後這個是皮革的 裡面是綠色 然後這個就是比較在街頭一點的感覺 不是那種可愛美美的 如果要戴這種帽顏比較寬的帽子啊 我這邊就是會盡量讓它有捲捲頭之類的 我現在的穿搭沒有到非常的搭這個帽子 我戴這個帽子的話我會比較傾向穿更寬鬆一點的感覺 再來呢我買另外一件 條紋的寬九寶0 它這個袖子是這種寬寬的風格 就是穿起來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歡條紋的人 它現在有很多顏色只是只有黑白的還有我的size 所以我一樣是拿L號 再來我就是隨手在Nike拿了一件TOKYO的Jordan 這一件是要給Danny健身用的 這個就是比較偏向在家舒服的船或是去運動的衣服 再來來到了這一次 非常快樂的一個購物 Maison Margiela跟Gentle Monster的墨鏡 我其實之前就一直很想買這個系列 可是在美國加稅之後我覺得好像真的都蠻鬼的 然後我就是無意間經過的時候我就看到天啊 竟然這個墨鏡有出淺淺的卡其的裸色 側邊是Maison Margiela的標誌 就非常俐落 然後我通常很討厭墨鏡戴上去之後會壓鼻子 然後像這種大牌的墨鏡很長 就是為了他們的質感做得非常的重 它這個完全不會 然後它也完全不會跟你的帽子搭到 出門的時候你也不會覺得它這樣一直很壓 它這一副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我現場還有試戴他們這一次聯名 很多其他的款 我覺得都很普通 可是這系列是這一副是最好看的 超級無敵特別 非常非常的好搭 再來呢 這個屬於毛衣的季節 我在日本的這間店 我其實跟日本很多店都不熟 那時候model就是穿了一件這個 然後它裡面是搭一個 領子露出來的那種藍色襯衫 然後它這個毛色你看 它上面是淺藍色跟卡其的底 超級無敵特別又超級可愛 它這個尺寸好像是只有one size 然後它的下擺是這種寬寬的 然後你看它的袖子也是這樣 有點泡泡的感覺 再來呢 又是另外一件毛衣 這個毛衣我真的就是會以為 它的質感是落在可能要兩三千塊 可是它這個毛衣一件都是一千多塊 然後我買這個綠色的 超級顯白的一個顏色 你看它這邊是縮起來的 好可愛 冬天就是要買這種不要太貴 特別的顏色的毛衣 再來呢 我那時候自己去逛表餐道那邊 然後就誤闖了一個 好像是日本網美品牌的pop box 現場就是很多人穿這個白折裙 我整個就是被燒到耶 它是那種學院風的日系白折裙 穿這個然後配一個那種黑色的靴子 然後它有附兩條的腰帶 非常很像日本高校生的衣服 再來呢 我買了一個香水 可是這個香水好像是韓國的牌子 我很喜歡這個味道 所以我就買了 這個品牌是nonfiction 是一個非常舒服的味道 如果我就是接下來噴下來喜歡 然後有更多的心得的話 我會再那麼快調再跟大家分享 再來呢 就是我在吉普里的店 買一些周邊 我本人就是一個千尋的瘋狂腦粉 我超級無敵愛千尋 然後買了一個這個資料夾 然後呢 這個黑色的球球 它的眉球 我買了兩個 一個我已經掛在我的那個包包上 然後我這個是要買給Amanda的 然後我買了一個這個 魔女宅疾便裡面的這個大髮箍 超可愛的吧 然後我還買了一個 筆記本 然後還有一個超可愛的東西 無臉男的飯池 可以站著的那種飯池 接下來還有這個 完全是買一個廢物 好也不算真的很廢物 它這個貼紙是那種透透的貼紙 然後上面是各種 千尋 白龍 無臉男 還有湯婆婆耶 總之這個超可愛 我想把它貼在AirPods Max上面 好的 再來下面一位 我買了一個 這個場景是我在眾多千尋 場景裡面最喜歡的其中一個 但是它站在這個油屋前面 就是讓人感覺它很勇敢 我買了這個是他們的1000片的拼圖 然後我要把它帶回美國 這個東西其實我以前已經有看過了 可是在美國買真的很貴 所以呢 我就這次特地從日本把它買回來 再來呢 吉普列部分還沒有結束各位 我買了兩個無敵爆炸可愛的東西 加濕器 就是在台灣真的跟加濕器會非常非常的不熟 台灣需要的是除濕機 但是在美國 真的超級無敵需要加濕器的 然後這個東西 我一定要打開給你們看 我先打開給你們看 這個是我要買給我大撥的 它這個就是一個罐子 它有附這個線 所以你就是只要把這個線插到後面的這個孔 連接電源 你知道它會怎樣嗎 豆豆螺會從這個孔裡面噴出蒸氣 他們現場的sample就是用這個方便 你看我真的整個人被蒙到翻掉 然後它邊邊就是還有一個小小隻的 你看 然後呢 買給我們自己家 當然要買千尋的 他們有另外一個是魔女宅集便 是那隻黑色的貓咪 超級可愛 你看 他們是鴨子 然後它的蒸氣應該是從這個孔出來 好可愛 再來呢 我們要進入一個 算幫我們家一起買的東西 我跟Danny都想要 我在逛街逛來賣場說 竟然這邊有 Medicon Toy的店 我一進去看 他們現場就有 粉紅色黑色跟藍色都有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 一個大隻的 跟一個小隻的 我現場很發瘋 立刻跟Danny連線 問他要不要 然後我們就帶了粉紅色跟黑色的 但是這個東西呢 我想要留給Danny自己開箱 所以我現在就 不把他打開來 給你們看 之後我會再錄Danny 開箱這兩隻大公仔 然後因為我們家不是已經有很多隻嗎 想說 買這個回去當家裡的白飾 買東西 有各種的理由 好 大概就這樣子 我得趕快去辦公室 這支影片完全是一個 突如其來決定要排 總之 希望大家喜歡 然後之後有任何 我用了之後 非常喜歡的東西 我都會在 那麼會挑 我就在我的IG 跟大家分享 好 就這樣 掰掰